下面接着说说 我文 我文 这个我是阿南尊者的自称 所以 这个文呢 是指此经 是阿南亲自听佛所说的 这个文在这里 就是亲自听佛所说的 这个如是我文这四个字 在各个经典里都有 虽然是都有 但是它的意义 深浅广辖是有不同的 这个两个字的含义的深广 我们无法想象 不单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 即使是一切诸佛如来 尽虚空变法界 也说之不尽 就如就是这么两个字的深刻暗议 不单是我们说不出来 想象不出来 诸佛如来 怎么说都说不尽 你说这两个字的意义 它该深远到什么程度 以观经所说的理论来讲 观经对这两字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个如就是 是心是佛 这个是就是 是心作佛 我们对佛经上讲的这八个字 它的真正含义 真正义去 是不是真正懂得 如果我们只听 是心是佛 可能你就死在俱下 你就知道是心是佛 这个就是死学 不是佛学 你这样认为 你这样认为 你是死在这个俱下 俱体的死在哪个字上呢 死在那个心上了 是心是佛吗 这不有个心吗 你就死在这个心子上了 怎么理解 就是说 你错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想一想 是心是佛 我们再往下推 那我说 是心是菩萨 对不对 我说 是心是声闻 行不行 是心是原觉 是罗汉 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单纯的 就把它理解 是心是佛 除了这个之外 别的都不是 那就错了 那就是死在这个俱下了 既然是 是心是佛 我们想想 就是那一句话 一切法都是心想生 就落在这句话上了 那既然是我们知道 一切法都是心想生 那你说 近虚空变法界 哪一法不是心想生的 所以是 是心是佛 是心是原觉 是罗汉 是心是微臣 往下说 没有不是的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很理解 比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 佛在法华经上讲 这个 大家听 这个比较生 法华经上是怎么讲的呢 说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我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 等等等等 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说 哪一法不是如是 那就说 办法 全都是如是 我下面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 用黄金 铸造了一尊 佛像 我们看见了 心生欢喜 肯定去 签成 那礼拜 对不对 因为是佛像 是佛 那我们换一个 同样是用这个黄金 铸造了一个 轻面獠牙的恶鬼 那你说 刚才那顿佛 它是清净的 我们去给拜 现在铸造了一尊 轻面獠牙的恶鬼 你说这个恶鬼 清不清净 它照样清净 我这么说 可能有些同学不理解 那恶鬼怎么还能清净呢 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就像老法师曾经多次说过的 气气接近 用黄金 铸造了一尊佛像 它的本性 是不是还是金 铸造了一个恶鬼 它照样是黄金呢 黄金还是它的真如本性啊 只如果是它的相不同而已 那如果说 佛是清净的 我说恶鬼也是清净的 你不理解 你说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恶鬼也是清净的 我可以这样给你解释 不是恶鬼不清净 是什么不清净啊 是我们的心不清净 你的心 看着这尊佛 你就欢喜 你的心 看这尊恶鬼 你就不欢喜 你就生烦恼 是你的心不清净了 不是这个恶鬼不清净了 我这么说能不能听到 这就扣在我们前面说的 一切法都是由心想生 如果你的心是黄金 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你的心要是黄金 佛也是黄金 恶鬼也是黄金 这就对了 那就无依法不清净 没有依法不平等 你现在我们对佛和对这个恶鬼 你的心是不是不平等 一不清净 二不平等 因为啥呢 你看那尊是佛 你看这个是恶鬼 但是我这么一说 你想想 是不是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 都是黄金 就是老法师说的 气气皆经 只是同样的东西 只是做的形状不同而已 这就代表 法法都是平等的 法法都是清净的 这一段对我们来说 可能比较生僻一些 不太好理解 老法师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 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就这两句话 把佛法的原理原则讲尽了 也可以说是讲绝了 再用什么样的话来说 都超过这两句话 佛说的 说的一切法 就是说的 这一世事真相 如是两个字 包括一切佛法 这就是最后的一句总结 如是这两个字 包括一切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